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珊珊 我是一名建築師 我從小生活在杭州 14歲的時候就出國留學 很多人會問我 珊珊你這麼小出國想家嗎 我說想 當然想 但是我所指的家 並不是我生活中家裡的家 因為當時八九十年代的家 其實都非常的簡單 沒有特別多的回憶 我真正思念的是我非常生動的生活場景 包括我每天早上都會到西湖邊去爬山 當時登山的場景讓我記憶猶新 因為山上有兩座巨石 它們挨得非常的近 而且都像一邊側鞋 我必須非常的用力的擠身而上 才能夠穿越它 而它對我的作用力非常的強大 所以我必須通過非常多的動作 去往山上走 而如果當時山上還有人往下走的話 我其實需要像一隻壁虎一樣 緊貼著一邊的牆壁 給對方讓路 但是到了山上 眼前豁然開朗 形成的是非常不同的一幅美麗畫卷 整個西湖都映入了我的眼臉 如果說香巴拉是世界上的秘境 是我們心中嚮往的地方 最美好的地方 那在這裡一定就是我心中的香巴拉 後來我成為了一名建築師 一直在思考我們如何去做建築 建築一定是橫平樹脂的結構嗎 建築一定是承載功能的盒子嗎 建築除了服務於我們 它可不可以給我們產生更多的作用力 它可不可以觸發我們的行為 它能不能通過觸發我們的行為 讓我們產生更多的感知 我就是通過這樣的方法去設計建築 去思考我們該如何設計建築 如果說建築它是一個作用力的話 那麼安芝若素這個建築 它的由來也就在於此 安芝若素它是位於雲南藤沖的和盛古鎮 大家都去古鎮玩過 熙熙攘攘的店面建築 已經完完全全地包圍了整條街巷 讓人有點痛不過氣來 而我們的場地又非常的狹窄 它非常的高聳 有二十多米的落差 如果我們只是設計一個漂亮的外立面的話 其實並不能解決任何的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想像 建築是不是可以沒有立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立面推倒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屋頂拍到地面 這樣的話建築就成為了一個非常自然的山市 可以拖著人往上走 這時一種自然而然的上山遊走的體驗 其實就已經把這樣高聳的一個一百多階的台階 給自然的消解掉了 而我心中遐想的其實是黑衣女俠 我們可以把飛煙走壁 自以江湖的這種輕鬆的一腳就可以踏到屋面上的這種輕鬆的畫面 而我們輕輕地再把屋頂掀開 我們走入到了山間 這裡又是另一番景象 我們可以在蜿蜒曲折的路徑中 跌宕起伏地遊走 我們時而可以歇息 我們時而又有所發現 這時候的場景給我們帶來的是非常妙曲橫生的體驗 我們再往上走 走到了山頂 這時候我們遇到了眼前的森林 我們在這裡置入了一條飛廊 飛廊蜒蜒曲折帶著我們在林間穿梭 讓我們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客房前面 而這裡的走廊其實完全與我們平時日常所見的酒店的走廊不一樣 酒店的走廊裡面只有生硬的數字 我們必須一間一間地去找到自己的房間 而在這裡我們可以順著很自然的飛廊 輕輕鬆鬆地自然而然地遇到了我們的房間 而真正地進入到了房間之後 又是遊走的延續 我們可以設想 建築就好像是一個溫柔的手臂 輕輕地把我們帶到了窗前的風景 而這裡呢 關注到的也是人的狀態和角度 包括就連床的方位 它都是把我們放到了一個最佳觀看 古鎮日落日出的這麼一個位置上 然後再看一側的牆 我們輕輕地把它一推 形成了一個淺空間 這也是空間的延續 其實在這裡 牆並不一定是非常堅硬的 像城市裡的牆 它一直阻隔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牆它可以是脆弱的 它可以輕輕地打開 它可以對人有一種作用力 它可以帶我們去看更多的風景 它也可以帶我們去看認知到不同的世界 再回到兒時的記憶 不光是非常有趣的上山西湖邊爬山的場景 也可以是我們成天玩鬧的街巷中的回憶 在八九十年代的兒時 其實我們並沒有很多的玩具 我們整個的兒時記憶幾乎都是在整條街巷中的 我們打打鬧鬧 我們洗耍玩樂 所有的階下巴其實它都不是直的 因為鄰居的建築它在不同時間段建造 進進出出形成了角落 其實角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我們可以食而在這兒做迷藏 躲貓貓 而且在這裡會有很多的設像 比如說我是一個女孩子 如果我在角落裡看到了一個影子 我一定會覺得這裡有人躲著 我會繞道而行 所以像這些對於他的設想其實都是記憶的源泉 然後呢 有些巷子非常的窄 小男孩其實手一撐就可以搜得一下往上爬 我們是把所有的院子都串在一起的玩 然後玩累了呢 其實就坐在門檻上吃飯 所以就是這樣子非常生動的生活場景 給予我們作用力 而這些作用力其實都來自於一點就是街巷的 關於人的尺度 因為它只有我們人的尺度 不像現在大城市裡都是大街大巷 過街如過海一樣 而這裡有人的尺度的時候對人有作用力 從而讓我們可以有無窮無盡的 玩的體驗和遐想的一個載體 我從小生活在杭州 都是小橋流水人家 我一直把這六個字順著讀 並不覺得它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但當我真的生活在西唐古鎮 在那兒有一定的體驗和發現的時候 我才發現小橋流水人家 是三個不同的字 小橋在上 流水在下 人家在一側 他們組織的是一個非常生動的三維空間 它形成的是三維空間的敘事關係 就像是河邊寫生的小男孩 正看著橋上走過的美麗女子 然後岸邊洗衣的阿姨 也在對著船上的遊客招手 這樣的互動場景是非常生動的 也就是說在古鎮裡生活了一輩子的 老大爺 老阿姨們 他們可以每天開開心心在那兒生活 永遠不覺得厭煩 是因為就是小橋流水人家 這麼三件事情 可以激發完全不一樣的場景 讓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生活在那裡 非常的有樂趣 所以我也把這樣的生活場景 轉譯成了一幅畫 然後再把這樣的一幅畫 又轉譯成了一個生動的建築 它就坐落在西唐古鎮 它的名字叫做九舍 那在這幅畫上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有進進出出 里里外外的邻里關係 也有小橋流水人家 這樣的生動的激勵 那其實這樣的場景 並不是像一般的設計師 規劃或者設計出來的結果 它其實是日復一日 順著流水的自然形態 順著街上的自然搭建 而形成的一種文化脈絡 這樣的圖才會有生命力 因為我們整個的建築設計 也可以就像這幅畫一樣 它是帶有血肉的 它是一個生命體 那照片中所呈現的場景 其實也就是真實中的九舍 這裡有小橋流水人家 我們置入了一把斜梯 因為在西唐所有的樓梯 所有的橋樑都叫做斜梯 斜梯就是小橋 庭院就是流水 建築就是人家 我們在小橋上走的人 可以和庭院裡的鄰居打招呼 在人家裡面的人 也可以透過斜梯 看到更遠處的古鎮 然後呢 我們為什麼把這個斜梯 叫做斜梯 是因為它不簡單地等同於 我們平時的樓梯 平時的樓梯直上直下 我們大家都覺得樓梯特別地簡單 只是把人往上送 而這裡的斜梯 它其實每一步還讓人往橫著走 我們很風趣地把它叫做螃蟹上樓 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希望能夠通過一把梯子 讓人在空間中有所認知 你的每一步其實都可以踩得不一樣 也就是因為我們把這部斜梯 整體地架在了整個九舍空間中 把整個九舍空間切分得非常地有機 讓它形成了更多好玩的場景 那在旁邊的這幅照片呢 其實是當你走到了九舍的最高處 我們在茶室的門口 往外看 這裡有街巷 有鄰里 我心中想像的是 影片雷雨 最後的一個場景 它有街巷 但是你畫面中沒有人 是一種期待 是一種等待 大家都在等待雷雨最後的結果 就像這兩幅圖 其實圖片上有非常生動的場景 但都沒有人 它給予的是我們的一種期待 等待 一個空間 能讓人有所期待 其實也就是記憶的開始 那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中 其實九舍已經非常好地融入到了零裡之中 大家在圖上看到最中間 其實是一把 是一個衣杆 鄰居家每天早上五點鐘 就會把衣杆子 準時地伸入我們的九舍之裡面 只要是天晴 天天如此 然後每天下午傍晚的五點 又會伸回去 好像有點像報時鐘 那九舍的主人其實心有焦慮 問我珊珊 這樣會不會影響我們九舍完美的建築形象 我說不會 其實這樣挺好的 這就證明了九舍已經被我們的鄰居所接納了 而這種接納其實就是九舍自身的記憶的開始 而現在的九舍其實已經非常好的融入到了整個古鎮的基礎之中 大家在圖片上幾乎非常難把九舍區分出來 因為現在的九舍和鄰居之間 已經被鄰居日常所需的臨時建築又被搭建了 所以說 其實九舍是這三個 中間三個完全不相連的體塊 雖然我們有斜梯把它們相連 但是幾乎已經分不出 哪棟建築是九舍 哪棟建築是鄰居 那我覺得這樣的融入 才是真正的九舍被寫入到了整個古鎮的歷史 那其實建築歸根結底是什麼呢 建築它其實是 承載著我們人類的文化和記憶 文化和歷史 但它更重要的是 它其實是一個鮮活的生命體 如果我們可以用一種 賦予它生命力 又有雞又有血肉的生命力的方式 去設計建築的時候 其實建築它也能夠反饋給我們 更加精彩的瞬間 我們一直希望能夠通過建築 去給人們的文化有一個延續 能延續我們的歷史 能延續我們的記憶 但是我們應該怎麼去做呢 最早所說的那兩顆巨石 就是如果建築能夠向那兩顆巨石 對人產生作用力 或者說你可以把一個建築 想像成一個默默的長者 它可以非常穩地拖著你 帶著你去看遠處的風景 或者說它可以把你帶到窗前 讓你看到窗前有的故事 其實建築它就是一個溫柔的力量 它可以自然而然又深入人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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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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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